工作生活忙碌外食族群增加 大家普遍都有营养摄取不足的一个状况 为了建立民众良好的一个生活饮食习惯 生气公司特别开发了许多营养性基因的食品 让生活忙碌的我们能够快速而又方便的摄取健康 那现在各位观众朋友就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吧 在台湾食品界成立三十余年元老级企业 多年来努力开发出许多美味的传统小吃 陪伴民众度过许多悠悠的岁月 品牌形象早已经升值人心了 而除了既有的食品事业 近年来也开始投入各种健康机能性饮品的开发 期望能提供现代人全方位的营养素 我们坚持的健康新机能的理念就是 无蛋 少油 无精柱糖 无添加奶精 以及无福精 无一些人工色素 而且高签 这是跟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享受天然饮品也是可以很美味的哦 生机业者所研发的古饮系列冲泡饮品 是以多种穀类 坚果类及蔬果等天然食材为主 甘薯冲条系列 一黄地瓜 红地瓜 加上玉米 发芽玄米等 相关营养谷类调配而成 又丰富的膳食纤维 南瓜冲条系列 以南瓜为主 加入南瓜籽 糙米 燕麦片等养生食材 营养价值高 充分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素 非常适合忙碌又想追求健康的现代人饮用 除了发展大众化营养保健饮品外 业者还贴心地为现代都会女性 打造一系列美颜乐活的产品 要给工作忙碌的新女性满满的活力与健康哦 那我们现在人其实很容易感冒或免疫力下降的部分 对 其实我们应该吃一点所谓的一个仙菇 那仙菇呢 它其实是在所有的蔬菜里面 它是属于纤维最高的 所以其实如果现代人其实纤维的一个缺乏 造成所谓的一个肠胃道的疾病都会发生 所以我们应该要达到就是说 每天要摄取到所谓的高鲜的一个饮品这样子 那另外这个黑骨的部分呢 其实你看黑色的骨类 它其实不只是只有骨类 它还有所谓的黑豆啦 或是所谓的像这种所谓的黑木耳的部分 那黑色呢 它其实是一种很神奇的食材 它含有很丰富的抗氧化跟所谓的植化素的部分 那这一杯里面其实它含有所谓的一个骨类的部分 所谓的一个蔬菜的部分 还有所谓丰富蛋白质的一个黑豆的部分 那它其实是一个很均衡丰富的饮品 而采用天然蒸鲜莓果 加上葡萄籽所制成的莓果饮品 富含多分成分 呵护着女性的美丽语言气 喝起来微酸微甜的口感 清爽又顺口 那像水果这一支呢 莓果莓盐这个 它主要是它是莓类的部分 那我们常看到像草莓或蓝莓 或是所谓的一个蔓越莓的部分 那它的多分类的含量其实是很足够的 很有抗氧化的功能 另外呢 它有添加所谓的葡萄籽 那我们知道葡萄籽 它是我们的皮肤的一个保养 皮肤水分的一个弹性 它是很足够的 含有多种蔬菜营养成分的蔬果饮品 添加专利配方 每一口都有喝得到蔬菜的精华 和清甜的香气 饱满的顺食纤维 要让美人们展现窈窕活力 那蔬菜这一支呢 它其实它主要诉求的是就是说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蔬菜其实绿色的啦 白色的啦 或是所谓的一个红萝卜 像红色的蔬菜 它针对于比如说 像是我们眼睛的一个保养 或是说能量的一个提升 它其实是有帮助的 那额外我们会在机能性上面 我们会添加所谓的叶黄素 那叶黄素基本上 它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 自己自行合成的 它必须要从饮食食物里面来这样子 那可能会担心说 大家可能在摄取上面 没有办法摄取到这么多颜色的蔬菜 所以我们就全部把它添加在里面了 美味天然的高鲜饮品 以急速冷冻 干燥技术 保留原味与完整的营养素 带给民众另一种健康新选择 只要透过简单的方式 每个人都能拥有美好的新鲜生活 像这个来讲的话 那我们大概一天 大概喝几包 对我们人体是最有益的 其实因为它如果说你真的没有时间 摄取到所谓的水果部分 你其实一天可以喝到一到两包的部分 然后你可能额外再增加一点 比如说如果觉得口味上面来讲 你可能可以比如说再加一点 比如说低脂的牛奶 哦 可以加牛奶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可以加一点半糖或是无糖的豆浆 那补充它的蛋白质的来源 让它整个更有一个丰富性这样子 美味与健康兼顾的营养饮品 经过多项的认证 安全严格把关 提供消费者健康的保障 未来生技业者也将持续研发更多天然保健饮品 希望将健康无负担的理念 传递给更多人 影响健康新世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